本期三个恐怖小故事 故事一折道的呼声符 这是几年前 女主高二时亲身遇到的灵异事件 那个时候她的家境不算很好 为了赚点外快补贴家用 女主只好接了个送报纸的活 这个活把说累不算累 说轻松也不轻松 高二时的血液已经很重了 但她每天早晨还要起很早很早的去送报 其实累点也还好 只是这其中有一间公寓让她很是恐惧 说不出来为什么害怕 就是每次来到这里都会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但为了工作 她还不得不硬着头皮的往里走 还好她手里有个她奶奶去使时给她留下的护身符 每次自己感觉害怕的时候 她都会下意识把她拿出祈求保佑 不知不觉间她也成为了她唯一的守护力量 这天女主与往常一样仗着胆子走进公寓送报纸 可上OT的时候 她后知后觉的就感觉自己身边路过一个人 但再回头又啥都没有 是错觉吗 起初女主没有很在意的继续送报 然而楼上的灯突然开始忽闪忽闪的实数诡异 再上楼 那种楼梯拐角站着一个人的感觉还在 与之前不一样的是 这次她身后有了一个人 只不过当她转身后就消失了 此刻心生恐惧的女主下意识朝都把护身符攥在手心 然后快速上楼快速送报 好在这是最后一个楼层了 之后只要她离开这里就好 不过想到还要再走一次楼梯 女主的头皮就一阵发麻 但现在她能做的只有继续用力攥着护身符默默祈祷 祈祷那个恐怖的东西不要再出现了 想到这 女主又用力地吸了一口气 然后快速地朝着楼下跑去 可能是护身符又或者是她奶的保佑 不一会 女主就成功地来到了楼下 终于平安的那刻 女主站在一楼的门口重重地舒了一口气 可下一瞬间 那种令人几倍发寒的感觉又出现了 女主下意识转身 然后她就看到了一个恐怖的女人 女主见到这肯定哇哇大叫 不过这个女鬼的造型到时有点像蓝色妖姬啊有没有 很久之后 女主才意识到 奶奶留给自己的那个护身符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突然断掉了 那么她的突然断裂 是不是算是替女主挡了一劫呢 故事到此结束 故事二后面的女人 这则故事 来自一位两个孩子妈妈的投稿 女主是位全职妈妈 每天的工作就是照顾老公照顾孩子 以及那永远也做不完的家务 她的孩子现在都是高中学生了正式叛逆期 虽然不太听话但倒也能沟通 可是最近女主突然发现这两个孩子之间的对话 她怎么有点听不懂了 什么什么一个看不到一个看得到 妹妹怪哥哥总往家里带一个乱七八糟的东西 她看着害怕 哥哥却不以为然 因为她看不到 只是睡觉时偶尔会感觉有什么东西压着自己 女人在一旁听着就很糊涂了 这都什么跟什么 以前总听人家说孩子大了就会和父母产生代沟 但她这完全听不懂的话插不进去的言不是代沟 更像是战壕啊 那为了田平和孩子之间的战壕 关心女的身心健康 这天的女人就准备找女儿谈谈心 想问问她女儿和哥哥之间是不是有什么秘密 而且他们说的那个看不见和看得见的都是什么 女孩听后尬笑了笑 唯有回答她吗 只是说她看不见其实挺好 还是这是哥哥放学了 女人就也想和哥哥聊聊 不巧却被哥哥以狠类为借口给躲掉了 转场之后 女孩独自上楼却走得小心翼翼 当她路过哥哥房门口的那个 她往里叹了一眼却不敢深看 之后女孩准备回房 却不小心被哥哥叫住 本来她准备应付地回答哥哥几句 没想到哥哥竟然出来了 于是她就看到了那个挂在哥哥身上的脏东西 这就是她能看到的 她哥却看不到的 他妈想填平的那个战壕 故事到此结束 故事三迷路的孩子 男主最近很忙 每晚都是加班到很晚才能回家 而这晚在走进小区的那一刻 他就听到了一个孩子哭的声音 再顺着声音寻去 他就看到了一个小小的背影 男主下意识看了看时间 此刻凌晨一点十五 这个时间这个孩子在这哭是怎么个情况了 男主当时没有多想的就喊了几声小朋友 可却没有得到回答 在下意识扶门却没想到这家的院门竟然开了 男主干脆直接走了进去 走到了那个孩子的身旁蹲下问他是怎么了 找不到爸爸妈妈了吗 话后小孩还是没有回答他 但是在他震惊的目光中确实直接站了起来 再看这个小孩的脸 男主心中顿时生出十万匹草泥马 起身把腿就跑啊 幸运的是他家里得还算贱 没一回男主就来到了家门前 但不幸的是那孩子似乎比他还快 他好像直接跟他回家了 起初男主并没有意识到 回到家后一个劲地安慰自己没事 放心 那这是个夜晚不睡觉经瞎闹的孩子 但男主妻子的灵感很强 当得知男主回来了后 他媳妇就起床看看他有没有什么需要的 不过当他来到客厅的那一瞬间 一瞬间一股莫名的寒意让他全身的鸡皮疙瘩一下就起来了 可能是不知道怎么和男人说 所以女人只是问了男人需不需要放洗澡水之类的问题后 就快速离开这里 说实话 当时看到媳妇居然是用跑的走掉后 男主都有些懵逼了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啥 之后在洗澡的时候 男主看到浴室外有个身影走了过来 当时的他就以为是媳妇来给自己送睡衣了 没想到当那身影走近后 男主震惊地发现这居然是那个孩子 男主吓坏了 并把这一切都告诉了媳妇 媳妇问他为什么会这样 男主就把遇到孩子的前后也都说了一遍 听到这他媳妇就告诉他 他发现孩子的那家今天来了好多警察和救护车 据说是那家人是想不开寻短见了 所以 男人看到的小孩就是鬼了呗 于是这一晚这两口子失眠了 第二天 男主起身准备去上班 本来媳妇担心他的安全想让他请假的 但由于没有什么好借口 所以就没有请假 总不能说因为撞鬼了吧 其实相比于自己男人更担心的是在家的媳妇 不过媳妇就安慰他自己没事 自己可以问问那个懂行的朋友 让他们帮忙给点建议和法子 可是白天通过电话后 女人也有点懵逼了 朋友那边居然没有办法 挂断电话后家里就出现了一响 女人以为是老公回来了 可喊了几嗓子不见回应找了几圈又不见人 再一看居然是一个小孩 转场之后男人下班了 女人的态度也与早晨完全不一样 满嘴阴阳怪气的语气指责男人在公司可轻松了 自己在家完全是被那个孩子吓傻了 本来还想和媳妇办几嘴 再听到事情严重的居然会威胁到自己的生命 男主也有些被吓傻了 话后就再次听到那孩子恶搞的声音 这把这两口子吓得感情一下就好了 都紧紧地拥抱对方 甚至如果可以都想躲进对方的身体里 俩人这一抱就是一宿 隔天的男主请假了 这个时候他不能让媳妇自己在家 而他媳妇也似乎变得坚强了很多 还准备给他做个早餐补一补昨晚的匮乏 直到那个孩子又出现在餐桌上 女人是彻底地受不了了 他又一次地躲进了男人怀抱 两口子也变得十分沮丧 这种日子还要够多久啊 这以后他们可怎么活啊 就在俩人甚至都在想 怎么能和那个孩子和平共处的时候 那个孩子居然自己走了 事情发生的第三天 当男主醒来后发现 媳妇心情竟然变得超级好 因为有灵感的原因 所以他知道那个男孩走了 得知这个消息后男人也开心坏了 但是再看他媳妇为什么哭了呢 女人说当他感觉不到 那个孩子存在的瞬间 他就开始莫名地伤心难过 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就是想哭 之后又是几天后 他们的生活回归正轨 还是这时男人也听到了一则消息 那就是那个孩子的父母挂掉的时候 其实那个孩子没有死 只是在生死边缘挣扎 但是当他从男主家消失的那一刻 正是他断起的瞬间 所以灵感很强的 他媳妇才会莫名伤心哭泣吧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一个蛮温情的灵异小故事 故事的内容点题了 那个时候的小孩 就像是一个迷路了 找不到回家路的孩子 所以就躲在角落哭泣 路过的好心男主想帮助他 没想到就把他带回了家 至于吓到了男主两口子什么的 我想男孩也是无心的 毕竟当时的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鬼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就像女人指责男人 如果当时不多管闲事 那是不是就没这事了 那肯定没事了 不过这都是气话 可以想象下 如果是你在半夜遇到了一个哭泣的小孩 你能不管不问吗 肯定不能吧 不能说绝对的 但大的部分都会和男主一样去问他怎么了 所以这是无解 谁遇上了都会有一段奇异的经历 好在结局 还算可以吧 至于小孩的父母为什么想不开 这个就不在这里瞎猜了 无非就是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 这里就不多说了 好吧 那今天就先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吧